我觉得我们俩家庭条件全数真的特别大 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觉得 他平时花钱 他花钱也大如大小的 那个回家跟你爸妈说 把所有的存款全部都捐掉 这行了吧兄弟 他要真的能够 我觉得也可以 可以是吧 就把他们家家产全捐了是吧 男生名叫小房 年纪23岁 还是一名再读的学生 家庭条件很一般 身为农村出生的他 总是有一种自卑的感觉 但同时 他的自尊心又很强 即便是再穷 也不愿意被别人施舍 反之女友小张 和他截然相反 22岁的小张出生在大城市 家庭条件优越 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富家女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让小房感受到了 差距带来的痛苦 所以小房认为 以自己的条件 根本就配不上女友 如果女友能把家产全部捐掉 或许这样才能满足 他心里的平衡 然而 这个条件可把女友给吓到了 听得女友目瞪口呆 竟然还有这样的奇葩要求 因此 女友小张希望男友 不要这么自卑 调整一下心态 坦然接受这一切就好了 而男友则是个要面子的人 说啥都不肯接受 这种被施舍的感觉 刚上台就嚷嚷着 不想和女友过下去了 我觉得真的 我跟他过不下去了 什么就过不下去 你们不就谈恋爱吗 就过不下去啊 真的我觉得我们 真的不太合适在一起了 那干嘛谈啊 我们家吧 就是从农村来的 条件不是特别好 然后我上大学呢 生活费都是 我平时打工 还有奖学金赚来的 我觉得我现在没有资格 没有条件去谈恋爱 那就别谈呢 其实这一年多的恋爱 对于女生来说来之不易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时男友小房 确实没打算谈恋爱 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学习上 是女友小张死缠烂 打到追小房两年 才修成正果 所以说这段恋爱 对于女生来说属实不易 可是在这一年的相处当中 小房发现 女友不但家庭条件 和自己相差寻殊 还经常被女友看不起 这让本就自卑的小房 更加自卑 那么女友到底做了什么 会让小房会有这种感觉呢 理解和体会这个 就快毕业了嘛 我就攒一点钱 虽然不多 我就想带他出去旅游散散心 就去北京 有一个农家院 哎呀 说起这旅游 我真的好生气啊 人家我们俩在一起一年多 他从来没带我出去旅游过 第一次旅游 又是毕业旅游 好 他人家其他男朋友 都多浪漫地带女朋友 去海边玩呀 去度假村玩啊 他可倒好 带我去了一个那样的农家乐 我倒是可生气了 你不觉得我没钱 不能带你去那么好的地方玩是吗 没有 农家院怎么了 我觉得农家挺好的呀 我从小就在城市里面长大 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 他作为男朋友 应该考虑到我有这个问题 我是考虑到了 我们在去之前 他让我把被子 床单 枕筋 枕头 全用行李箱背着 我们拉了 整整两个拉行李箱去 你不知道 他去了农家乐之后 他又嫌人家饭 不干净 不敢吃 餐具没消毒 又觉得那床不干净 又觉得那马桶不敢用 到时候闲这儿闲那儿 我就看过他 那娇生怪养的样子 对 我当时就是 能不上厕所的 坚决憋着 你应该带马桶一起去呀 没有 我当时他说在网上选的嘛 然后我看他心意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没想到去到那儿 我真的是 当时一下就过了 那你怪他了吗 怪了 当时抱怨了几句 他就为此生气 非要跟我闹分手了 就因为男友没钱 才去农家院旅游 而这一去 可把女友折磨坏了 从来没去过农村的小张 根本就不习惯这样的生活 特别是那露天厕所 习惯用马桶的他 就没见过这玩意 每次上厕所 对小张来说 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所以他能不去 尽量不去 宁可憋着 也不要蹲着上厕所 然而 这一切男友 也都看在眼里 觉得这样娇生惯养的女孩 和自己实在是 太不般配了 还因此 两人大吵一架闹分手 其实 这次去农家院旅游 除了经济上的问题 还有另一个原因 那就是 小房想让女友 体验一下农村生活 因为两人 毕竟相处一年多了 如果真的能继续走下去 必定要和他回农村老家 所以 小房是想通过这次旅游 看看女友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生活 但结果可想而知 我就想提前 让他感受一下 农村的环境 那家院的环境 比我们家 真是好太多了 他在那儿 都睡不着觉 真的是 你说以后去我们家 拿着背着被子 背着枕头去我们家吗 那我们家没有马桶 让我爸给他 造个马桶出来吗 你说 造个马桶不是问题 问题是 农村生活 不仅仅没有马桶 其他的条件 也远远比不上城市 关键是 女友根本就 接受不了这种生活 所以 两人如果真的 走到结婚那步 肯定是 不能在农村生活了 只能在城市买房 但话又说回来 其实这个问题 也不算什么 因为女友的 家庭条件在那摆着 无论小两口 想怎么生活 有钱的岳父岳母 都能满足他们 只要两人能结婚 别的都不是问题 可是男友小房 不这么想啊 虽然穷 但咱得穷得有志气 别说是让老丈人 买房了 就连女友给他花钱 他都不肯接受 从来都是自己 省吃俭用 给女友买礼物 不过女友的做法 却让小房 感受到了侮辱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在一起嘛 我想送给他 送给他一点好的礼物 就是我就省吃俭用 我打工一个多月 攒了点钱 给他买了一个钱包 挺贵的 但是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 我送给他钱包的时候 他掏出六百块钱给我 我也知道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要能省六百块 肯定是平常就吃馒头啊 喝粥啊这种 就省下来了 你说我作为女朋友 看到他省钱 给我买个那么贵的东西 我作为女朋友 肯定不能接受呀 但我买过去给你 我乐意啊 我愿意给你买啊 小房省吃俭用花六百块 买个包送给女友 女友却随手扔给他六百块钱 这一举动 直接让小房感受到了侮辱 觉得女友看不起她 是在施舍她 但女友却不是这么想的 男友的条件不好 还买这么贵的包 肯定要省吃俭用 如果就这样 收下男友送的礼物 确实有些于心不忍 而这六百块钱 对于小张来说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所以小张把礼物收下了 但是钱必须得自己花 可是这个举动 却触碰到了男友的自尊心 然而 像这样的事情 其实还有很多 例如下面发生的这些事 都是男友小房不能接受的 我当时她不是先说了考研吗 她想说考研 然后我当时就说 既然她考研 我爸妈虽然想让我工作 但是我还是决定考研了 你考研 对 然后当时我在外面都做好房子了 结果她说不考就不考了 当时就说 西安如果你是因为家庭的情况 那我借钱给你 不挺好的吗 我也想为她分担 她借钱给我这什么意思 你说我没钱她借钱给我 那我的家庭 我的父母难道都要依靠你是吗 我当时就觉得 她特别玻璃心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我就说 行 你既然想工作 那我陪你工作吧 工作 然后我跟我父母说 我决定工作了 我父母还退一时一过来说 看看我的男朋友 他见到我妈妈以后 就特别生气 又跟我大吵了一下 为什么呀 你妈那什么意思 她妈说 我妈能有什么意思 等到我毕业以后去他们家 跟她一起生活 工作给我安排好了 房子给我买好了 让我上门给她当上门女去 我作为一个大男人 我这自尊性我真的受不了 真的 不是你爱她吗 还行吧 我当时我觉得 我觉得我虽然穷 我穷有骨气 我穷穷的耿直 我真的我不想贪图你一分钱 我父母当时可能就觉得 年轻人少奋斗一点 挺好的 给我们提供一个平台 你妈就觉得我家里穷 觉得我家里穷 没有关系 没有人脉 找不到一个好多工作 以后照顾好你 照顾不好你 是吗 没有 她永远都是在 排斥我的所有东西 没错 正如女友小张所说 无论做什么事情 只要是关于帮助男友的 男友都会拒绝 总觉得别人对她的帮助 就是一种施舍 更别说上门女婿了 那简直就跟要她的命一样 所以这小子和岳父岳母 第一次见面就闹红脸 宁可没钱考研 就算找不到工作 也不需要别人的施舍 而对于女友小张来说 根本就没那种想法 就是想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帮助男友 从来就没有瞧不起她 但就是因为这一点 让两人的矛盾越加恶化 一个穷得有骨气 另一个则是想帮还帮不上忙 真是听起来倒像是一个笑话 我穷得有骨气 我穷得耿直 我真的不想依靠她一分真的 那你要女朋友干什么 我做了一个大男人 为什么要去依靠一个女人呢 那你要女朋友干什么 那我在旁边不能替你分担 你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排斥我 你说我们俩在一起 那我还能做什么 我作为一个女朋友 我什么意义都没有 她不需要你 快走吧 不是 她还是挺喜欢我的 不是这意思 她还是挺喜欢我的 所以那你就正面回答她那个问题 你需要她干嘛 我需要一个女朋友 能够跟我一起奋斗 一起努力 一起同甘共苦 奋斗 努力 同甘共苦 不想找你一起 整天拉我去玩 又去这玩 去那玩 要整天吃这个 吃那个 我现在没有条件 没有资格去做这种 去享受 我觉得年轻人嘛 都应该多体验体验生活嘛 不然老了你说 你再说一遍这话 年轻人 大声说 年轻人应该多体验体验 各种生活 各种生活 不各种生活 那咋农家乐就住不了呢 也不是她那个条件 所以你们俩的问题是一样的 谈不谈啊 谈 想不想好 好 从今天开始 跟人住农家院去 先住一个月 不许带被褥去 听见没有 行还是不行 行还是不行 行 你看看 行吗 问你 这样行不行 我觉得 我还是 不接受她父母安排的工作 咱自己找啊 这只有一点不好吧 你跟不跟人家 跟 跟就行 我现在心里也好矛盾 其实不难看出 这个富家女 一点架子都没有 和某些大小姐相比 真的是个很不错的一个姑娘 唯一的缺点就是 有点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一般 但无论怎么样 小张确实挺喜欢这个男生的 从以上的事情来看 足以体现这一点 可是固执的小房 依然不愿意接受 还是感觉两家的经济条件 悬殊太大 所以说这个问题是最难解决的事情 此刻 主持人倒是有个办法 能让两家的条件平衡 那就是让女方把家产都捐了 这不就平衡了吗 我觉得我们俩家庭条件 全数真的特别大 我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觉得 没事 这事好办 他平时花钱也大手大脚的 那个回家跟你爸妈说 把所有的存款全部都捐掉 这行了吧兄弟 他要真的能够 我觉得也可以 可以是吧 就把他们家家产全捐了是吧 也不是说全捐了 我觉得觉得条件真的 他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 我觉得作为我的女朋友 应该朴素一点吧 你咋不挑个朴素的女朋友 非要跟她呢 就是当时她追我两年 时间挺多的 你妈大概就她一个人追你吧 还有其他女生追你吗 其他的 有那么几个 是吗 没有啦 我怎么不知道 其实我虽然 我这个人吧 就是比较积极上进 没看出来 说句实话 就您这没法积极上进 我看出来了 虽然娟家产这个问题 是个玩笑而已 但没想到 男友却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 一旁的女友直接蒙了 目瞪口呆地瞅着男友 心想 这你都能同意 简直是太奇葩了 所以说 在外人看来 这小子就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有个这么有钱的姑娘追你 你却非要活出个穷样来 看样子 这小子以后也是个穷命了 但无论怎么样 人家小房就这么固执 不仅不接受女友的帮助 还要和女友分手 那么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呢 接下来 图老师给这个男生上了一课 不是说一个人不要有尊严 但尊严不能建立在敏感的自卑之上 一个内心自卑的人 你给他一千万 他也不能挺着胸膛走路 但一个自强的人 即使身无分文 他也可以抬得起他的头 所以说跟钱没什么关系 而在于你自己 不能接受你自己 你自己看不起自己 我很担心像你这样的人 如果找了一个条件好的女生家庭 你内心会越来越苦恼 因为当别人给你一些帮助的时候 你内心没有感恩 你更多地感觉到的是寄人篱下 所以你也不会报恩 因为你内心极度的不平衡 即便是一个爱你的女生 你的心理不平衡 也会体现在凭什么 我出生在一个这样的家庭 她却可以出生在那样的一个家庭 这样的一种心理不平衡 一旦带入到爱情 或者是将来到结婚的婚姻过程当中的话 你对你的岳父岳母 对你的女朋友 不会有感恩的想法 你只感受得到失神 图老师的这番话 可谓是说到了关键 小房的这种心理 根本就不是什么自尊心强 而是自卑 让他不能接受这一切 这样的人 即便有了一千万 也抬不起头 因为他总是会自己瞧不起自己 所以说 小房的这种自卑 不但会影响到今后的生活 与此同时 也会让他不懂得感恩 说白了就是 这种人虽然穷得有志气 但不招人可怜 归根结底 就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这辈子可能就是这个穷命了 虽然图老师把话说得很明白 但女友小张 却依然不死心 就想让男友调整心态 欣然接受这一切 那么小房最后会怎么选择呢 接下来看结果吧 我很多地方我觉得 我在父母这些钱的方面 我确实做得特别不够好 我觉得我在 如果我们俩继续走下去以后 我愿意陪你一起去打工 一起去改变 一起去学习 一起去多读书 我也希望你也能改变一下 多体谅体谅我 现在我内心也很矛盾 真的我也挺难过的 让我考虑考虑吧 来吧姑娘 跟男兄说再见 希望你以后会更好 人家挺好的呀 希望你自己呢 希望我也能快点长大 哦 赶紧长大吧 这个结果挺出乎意料的 面对女友的苦苦哀求 小房却选择了决然离开 不过我想说的是 这位姑娘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难道有钱就是错吗 难道想帮你也不对吗 所以说嘛 什么人什么命 这么好的机会都不去把握 非得要活出个穷样来 那么最后只能助你心想事成了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件事屏幕前的你 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